是市區的版本嗎? 有,我記得有 開始了嗎? 有 在粉絲團嗎?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影片一開始,先來徵求一位帥哥 大概在一兩個禮拜之前,我在豐原 有一天晚上,看到一台 全台黑化,它的車是黑色的 尾燈也有貼熏黑的 車身降得非常低 我被它的加速感嚇到 徵求一下豐原有沒有這位帥哥開這台 Cuga那麼帥,認識一下 它的加速的話,我覺得 應該不只原廠的動力 應該 因為經理自己也喜歡開快 那個動力的話,應該少說有 大概接近300匹左右 加速非常的快 而且整台車改得非常非常好看 超帥的 跟這台車一樣 那這台車的話 目前朝向帥哥的道路上行進當中 本來有改了旅圈 改了帥氣的旅圈 而且,我有看到它的 鋼琴黑色的一個下巴 整體上來說的話,相當的好看 然後這台車其實 它的車高不會像 譬如說像RAV4 非常非常高 這台車的車身高度 輪胎跟鋁圈也大概 可能不到四指幅 所以它的車身高度的話 不算高 而且它的底盤 應該來說嘴一下 像剛剛我們有把這個阻尼 有上那個阻尼機測試 它的阻尼的話 一般來說,像這樣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後方 這個後方的統身阻尼的話 如果我是Toyota車系 來,我舉例來說 跟這個同期車 它的底盤也很接近的 CRV的五代 CRV的五代 它的阻尼值 我們用每秒0.2來說 這個可能太深 可能業內的話比較聽得懂 它的阻尼不到100 0.2 每秒0.2公尺的速率的話 它的下壓跟回彈不到100 就好像是Toyota的阻尼一樣 所以CRV的五代 我自己覺得 有一點失去HONDA的精神 朝向Toyota車系的 那麼舒適的一個路感去邁進 的確 在著重底盤的經理來說 確實是有點可惜 可是KUKA沒有喔 KUKA這一代的後懸吊系統 它的阻尼會比較接近 同期車的話 提光 浮世的提光 所以它原廠的底盤 其實我自己覺得 如果以同期車原廠來說的話 已經算是相當的不錯了 不會像一般的日系車 日系車軟趴趴的感覺 這個是後面的主 如果是CRV五代 它一下壓輕輕的 就壓下去了 就拉不住彈簧的晃動 所以如果車有這麼客觀的比較好了 如果你有做過這一台的KUKA 這一台算台灣算二代 可是國際上算三代 所以我們一樣是說三代 如果你有做過三代的KUKA 原廠的 然後也有做過CRV五代原廠的 相信大家就會比較出 這一台車的底盤本質 會比CRV五代來的穩定很多 像這個阻尼的設定 差異就非常大 也許它的數值 差異只有40、50 可是這個的 差異的基本數值是50 所以如果換算成百分比的話 它差了大概六、七十%的阻尼值 差異非常大 所以這個底盤 我自己覺得這台車本質相當的不錯 CRV四代的話就沒有 CRV四代的話 反倒是它比較有著重一些 操控的一個基本數值 好 這個後方的懸吊系統 後方的上座需要沿用上座 然後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KT的Hilo Key是裝在上方的 那裝在上方的Hilo Key 它上方有一塊橡皮 那個橡皮的話 一般我們這個彈簧缺口 有一個凸點有一個缺角 那個缺角需要把它修一下 削掉之後 跟Tim的做法一樣 Hilo Key套在原廠的橡皮上 下方才是一個我們配置的彈簧 好 然後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上座很大一個 它的前面的結構 就跟Focus的四代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它的後面的懸吊系統 也是跟Focus四代的ROMO 就是多連感的系統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來看 裝上去 今天比較可惜 今天本來 我們有叫了Summit的後面的 仰角調整器 要一併幫車主來做升級改裝 因為這台車 一樣 它的有一顆螺絲 那一顆螺絲 不像提關 它有分別有可以調整 速角跟調整仰角 這個 後面的 調整的角度的話 就只有這一顆螺絲 這個的話 速角跟仰角 主要是調速角 仰角會一起稍微改變 那要改這一支的是 仰角調整器 為什麼要改 仰角調整器 經理在其他的車款 通常都有介紹 尤其是Rawford的五代 或者是KUGA 前一代的KUGA 它的本來後輪的仰角 就非常趴 如果降低之後 一定是趴 這一台的話 還好一點點 因為它後輪的Camber角度 沒有像三二代的那麼趴 所以它本來的車高 也沒有很高 所以它降的幅度 其實沒有很大 但是有降低 如果為了輪胎的壽命 能夠更長一點 當然還是建議 改裝仰角調整器 可是今天Summit 送的規格 好像有點誤差 不太對 它的長度不太夠 所以沒有辦法裝 那我們會再摺旗 幫車主來做仰角調整器 的一個安裝 避震器的部分 這個是原廠的上座 上座的下方這裡 有一顆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 後面的軟硬度的 那這台車KT的一個 像道路版的設定 它的阻擬值 會比原廠硬不多 大概30%左右而已 所以也沒有提升的非常大 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那剛剛經理有提到的 就是這個橡皮 這個橡皮 它有一個凸點 要稍微修一下之後 HELLO KEY就會放在上方 那下方的橡皮 這個橡皮要沿用延長 這個底盤呢 也有把它做一個輕量化 這個是鋁核心的沖壓鍵的一個 一個下枝壁 基本上這樣的多連桿懸吊系統 它的擺臂相對的位置 跟CRB的五代真的非常非常的像 後懸吊大概這個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方的話要特別注意一下 它的前面避震器在這裡 那它的原廠的離載串呢 比較長 所以需要改成KT附的比較短的離載串 這個是原廠的離載串 然後車主又改了四門的一個煞車系統 這個應該是六火還是四火 看不太出來 應該是四火 然後這裡有油管固定架 油管固定架 然後ABS感應線的兩個固定點 離載串的話需要改KT所附一個 比較短的離載串規格 因為這台休旅車 所以KT的彈簧配置 也是配置了200長7公斤 燈籠狀的彈簧 它的下壓之後的回彈 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然後這台車要注意 如果有拆裝這台的計時 要特別小心一下 這台車 據說跟馬自達的CX5一樣 這個前檔玻璃有傳出比較容易淬裂的災情 那這個狀況的話 在馬自達的CX5 在前一代五代的現代Eletra MD 也有發生過類似的狀況 所以這一台拆裝的時候 建議技師要特別特別小心一下這塊玻璃 因為在車主裡面 車友裡面有 還有原廠的技師 都有遇過類似這塊前檔玻璃 比較容易比較脆吧 好那上座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我們沒有把這個試蓋把它拆掉 這個稍微卸一下之後 就能夠調整到這個阻尼棒 然後上座的話 我們是做母孔 所以上座的三個螺絲 就沿用原廠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孔徑很小 跟前一代的四代的Mondel 有它有點像 好這個是現在都已經渦輪化的引擎 EcoBoost 好那簡單的介紹這個避震器的話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前方的話 它的車高調整比較簡單 我們如果把它重生拉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縮短車高就變低 今天的車主也有要把車高降低一點 然後加上這個下巴 整體還有鋁圈 整體相信 降下來之後的一個視覺效果 就會好很多 而且啊 降下來之後 這個休旅車的重心 也會同步降低 所以它的操控性 一樣會變好 那為什麼要改KT 有很多的車主 沒有接觸過改裝避震器 為什麼要改避震器 因為像KT的系統啊 它的高低可以調整 然後軟硬的話 也能做調整 所以功能性比較多一點點 好 以上是今天 三代KUKA的直播分享 謝謝車友們 掰掰 bye bye 放入冰箱